欢迎收看GoMarkets每日财经点评 我是Mike 首先我们来看一下昨天澳洲的市场情况 那么在昨天澳洲股市依然是遭遇到了重创 是在银行股普遍的下跌之下 澳洲股市最终是收盘下跌了1.1% 中国股市也是昨天虽然是有0.2%左右的下跌 但是非常幸运的是是守住了3100点 那么欧美股市则继续受到了特朗普这个事件的干预 使得这个股市是达到了过去几个月以来的一个最大跌幅 相对来说欧洲稍微好一些 英法德三个国家普遍跌幅在1.4%左右 而美国三大指数则创出了去年9月9日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 三大指数里面最少的下跌了1.8% 多的则下跌了2.6% 那么受到股市的下跌影响 黄金价格是暴涨了接近于22美元 一举冲破了现在是1260大关 在其他方面的石油价格也是再次出现了上涨 虽然没有涨那么多 涨幅大约是在1%左右 而欧元则出现了疯狂的上涨 那么在这个今天的热门话题中 我跟大家着重去来说一下的是 现在这个美股和美元是哀嚎遍野 但是呢 特朗普是有原因就是因为特朗普事件的继续发酵 那咱们昨天说到了特七八总统 美国的七八总统特朗普是因为呢 要求停止对前国家安全顾问的调查 而面临了这个干预司法的这个指控 被媒体曝光之后呢 这个千载南风的把柄自然是被他的政敌所无限的放大 所以现在华尔街呢也开始真正担忧 这个事情呢可能没有这么简单 所以说昨天我们看到呢 这个美国股市是一片下跌 接近收盘的时候三大指数呢 跌幅是进一步扩大 最少的下跌了1.8% 都纷纷的创出过去八个月以来的大跌 最大担任跌幅 那么特朗普的对手 也就是美国参议院民主党领袖 昨天也说到 他对于特朗普政府的信心开始动摇 白宫需要向上汇报更多内容 特朗普要证明 他炒掉这个FBI的局长呢 是有法可依 是有证据的 他的话呢也非常的搞笑 这个我们知道那个政府里面的 开除一名官员 这个完全是这个总统 合理合法的权限 现在呢他政敌也是抓住这个把柄呢 是不断去攻击 这个特朗普的 他的权力使用不当 那我们知道呢 这个不仅仅啊 他们是政治之间的斗争 这个政治斗争呢 自然也会牵连到了经济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呢 股市是大跌 不仅仅是股市啊 连美元自己都出现了严重的下跌 我们知道呢 美元为什么会出现下跌 自然是和今年加息预期有关 那么特朗普怎么会跟加息有关呢 那么我们知道之前啊 美联储决定今年可能要加三次 甚至于加四次 这个基础啊 或者说他是判断的依据是来自于美国经济 正在加速的恢复当中啊 那么加速恢复 如果特朗普真的被弹劾下了台之后 他在去年当选所承诺的那些 搞基础设施建设啊 放开银行的监管啊 恢复美国的经济等一大系列的承诺 是不是就要啊 这个灰飞烟灭 就要告吹了啊 这个虽然我们不知道 但是从现在市场的表现来看啊 就说明现在市场是非常的担心 虽然现在只是第二天 但是我们看到这个股市已经下跌 连续两天下跌接近于4% 这个华尔街从21000点 现在掉到了20500点 两天幅度啊 两天的跌幅超过了500多点 所以说总体上来说啊 这个特朗普现在呢 之前他没有当选的时候 大家呢都是希望他不要当选啊 结果他真的当选了以后呢 现在大家又希望他不要被弹劾啊 那毕竟啊 他已经当选拭目以沉舟啊 你现在再把他弹劾掉 那美国政治将会面临更大的不确定性 由此呢 市场会担心经济也会受到影响啊 那么经济一受到影响 自然而然是什么影响呢 那就是股市下跌啊 美国加不了那么多次息 美元再次走落 所以说这一系列的事件呢 都是由特朗普这次呢 啊 开除他的FBI的局长所引发的啊 但是咱们说句实话 以特朗普的性格来看啊 就算是这个星期没有发生这个事儿 以后很有可能还是会再次发生啊 这个所以说啊 这个迟早美国股市也好 或者是世界经济也好 都会被他搞这么一下啊 吓一跳啊 但是呢我们希望这一次呢 吓一跳仅仅只是一次惊吓啊 不要把它变成惊恐 你要把它变成惊恐 那问题就严重 但是从这一次事件当中啊 我们看一下我们能学会什么呢 关键其实还是两个问题 第一问题就是我反复说到的 投资要分散 不要把所有的钱压在一个地方 全压在股市上或者全压在房子上 咱们稍微有一点金融常识的人都知道呢 要把自己的资产分在房地产 股票 基金 外汇 黄金 以及呢银行现金上 尽量做到分流 这边这样的话 就算一块出现问题呢 其他地方也不会让我们伤金动股 至少还有其他地方可以用 你要是这个穷金赌武啊 一定要想赚大钱 把全部身家压在一个地方 那你赢了 自然你赢的是多 但是你输呢 就会啊 输的也很厉害 这种赌徒的心态啊 一般来说啊 你去赌场里面 输的最快的就是这种人啊 一把压啊 全部压上 赢 的确你能赢 但是输了 可以卷铺盖滚蛋 所以说呢 刚才说到第一点 分散投资 分散投资 你如果实在是执迷不悟 一定要把所有的钱压在 这个股票上的话 那么 我们希望你呢 买好保险 什么保险呢 就是我们说的对冲保护 之前说过好多遍 你如果买股票的话 股市下跌怎么办 硬扛吗 不行 这个时候你可以通过做空 股指期货 来套其保值 股票是跌 但是指数我是卖空 看跌的 我在那一方面是赚钱 一来一回 可以打平 所以说如果你是非常的喜欢这个股票 不喜欢投其他行业 在上面投入了巨大的财力 那么呢 我是建议您一定要考虑使用指数 这个股指期货 通过做空股指期货 来对你的股票投资 做出一个合理的保护 千万不要死扛 硬扛 要不然苦的是你自己 接着我们知道今天晚上 这个10点30分 每周一次美国有失业金申请人数 凌晨3点钟 是欧洲央行行长的讲话 但是时间太晚了 我们接着来看一下一个产品 咱们之前的说到的是黄金 今天说一下的是 也说到过反复几次的 啥呢 是英镑 看得出来这个价格啊 有一条红色的线 大约是在1.3以下 大约是在1.2960到65之间 这个价格呢 已经反反复复去过多次了 但是目前依然没有冲破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如果这个价格冲破 真的上了1.3英镑 你说会不会向上涨 在我看来可能性很大 所以说我不是说现在马上要进场 但是呢 英镑我们要重点关注 重点关注 一旦冲破1.3 我们可以考虑进场 可以考虑进场 至少我自己会进场 那感谢您收看今天 GoMarkets 每日财经点评 我们明天再见 再见